Morning早上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恒 在本期视频你们呢 我来跟大家聊聊天 说说大学排名或者排名机构这些事情 大家也看了 最近很多人说这个新闻 说什么这个排名机构 那个排名机构 然后有些大学退出了这个排名机构等等的 大家看我视频三年多的时间了 我录了400多所商学院几千个项目 把第一手信息价值带给大家 今天呢 我从来也没蹭热度 今天我也不是来蹭热度 因为我没有必要蹭热度 说真的我也不看其他留学博主的发的视频 不管长视频短视频 我没那个时间和光音在那浪费 有时间我给大家多写点说 多录点视频 多咨询点时间 不好吗 对吧 但是这件事情呢 正好落到了 我一直在说的一件事情上面 我今天这些视频不是过来录一期视频 过来说 你们看张老师三年前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了 今天终于说对了 不存在的 而且我也没有说对 说真的 我说的其实是 跟他说的不是一回事 大学退出排名机构 完全是大学自己的自主的选择 排名机构呢 有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在之前一直反复经常说这句话 大学的综合排名 或者大学的排名机构 给出的大学排名 具有绝对的参考价值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 现在有些留学博主 我故意在把这个节奏就各种的就是什么 你看我们有一个大学退出了 所以这些留学机这些这些这些的排名机构都是吃屎一样的 他们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们什么都不抖 然后你看我们都瞧不起他 按照一句北京话说 就是您 您自己玩 要不然这事 对吧 不是存在的事的 你大学 这些排名的机构 具有绝对的参考价值 还有后半句话 我在之前视频里面说好几次 也仅仅具有参考价值 我再说明这句话 大学的这些排名机构 给出的排名 具有绝对的参考价值 也仅仅具有参考价值 那很多人就听不懂这句话 我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句话 什么意思 一个大学的综合实力的强大 他的排名上的排名的高位 到底很简单 哈佛排那么高 沃顿排那么高 咱们就说伤感的院校 North Eastern Cattle排那么高 你觉得他们吃素的 你今天 今天以排名机构 把打压所有排名机构 说这些排名机构 都不知道自己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现实 咱们得认清事实 没有排名机构 如果大学没有排名机构 大学没有排名的话 那请问 北大和清华 为什么是中国第一第二大学 哈佛 耶路 斯坦佛 UC Berkeley UCLA 为什么是美国顶尖的名项 顶尖是怎么来的 顶尖有对比 说真的 有对比就有伤害 按照我 从小老说一句话 人比人 那真是气死人 真的 大学比大学 那真的是 那大学的这个排名 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在排名机构上面 这是中肯的 这也是客观的 它是有些机构 确实是利用数据化 进行了排名 但是大学的排名 也仅仅具有参考价值 我这些年一直以来 反复强调这句话 但是很多的家长 只是盯着 包括学生盯着 大学的排名 那我今天就开这句玩笑 我说 你如果从这大学毕业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赶紧去找个庙里面 去烧着香 烧着高香 到底很简单 大学的排名天天动 但愿你女儿 您的孩子 或者你作为学生 在申请工作的那一刻 这大学的今年排名 没动过 大学的排名动的 那震荡是非常厉害的 震荡是非常厉害的 你比如说就说 山管类的 今年2023年 2022年 你看个学生大学 从84 84名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2022年 MBA的山管类的排名 瞬间就上到了 将近50名 50名左右 又把我忘了好像47名 30名的条约 我当年母校 真的我真的是 我都能拿我母校来举例子 当年我母校 Temple University 我当年 收到了一封邮件 说天普大学 在某一个 这个提交给 这个认证机构的 这个学生的数据 是造假的 或者说不真实的 然后一度还取消了 这个是当时学校里面 闹的 闹的非常大这件事情 然后当时 我记得 那个学校的院长 商圈的院长 还发了邮件 来说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原来 商圈的院长 被fire 被开除了 当时那会儿 我就已经毕业 很长时间了 我宝宝 我找谁说理去 我拿着砖头 去砸我们学校 说你福克斯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情 你居然敢在世界上造假 但是我真的 你说真的 我今天关心我母校排名 是多少名吗 我其实不太关心 我不知道 天普到现在 八二多名 商管的院校 排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排名也仅仅是具有参考价值 作为留学生 你来美国留学 相隔了十万八千里 真的相隔一万一万公里了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价值观 世界观 不同的经历 说句 我说句 真的说句 不好听的 或者说句玩笑的话 你说不定有一天 牵着个女孩的手 还是来自于不同种族的人的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吧 你说不定还会找一个 来自不同国家的 女孩结婚的 你连买的车在美国 都有可能那辆车 跟你在中国买的那辆车 都虽然是一个车 一个品牌 也许你们零部价 还有可能不一样的 你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吗 那手机呢 对吧 所以那手机都有零部价 不一样的 你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两个世界 所以留学这件事 叫七分留 三分学 我来回说 我之前是不是录过一些视频 不是我后来讲话吧 七分留三分学 更多的作为商管的院校的学长 商学院的孩子们和管理学院的孩子们 经历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相信一个哑巴的天才 在商业里面 我从来在商业里面 我都不相信一个哑巴的天才 我不相信在商业上的成功 是只是闭上嘴在那里 就进行数学的计算 我不了解其他专业 也许其他专业 真的是这样的 可能搞科学的人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只带商业和管理学院的学生 商业和管理学院的学生 我相信 哑巴是不会成为一个商业的天才 就真的是这样的 你如果不交流 你不接触的世界 你没有经历 什么叫留学 你商管的那些像 你在纽约留学四年 你和你在一个美国大农村里面 留学四年 是一样的感受吗 不是 大家说为什么不是 显而易见的道理 你在北京上 你在北京上四年大学 和你在一个三线四线城市里面 上四年大学的体验感是一样吗 不一样 那为什么帮着美国来这边 是不理解这个道理 经常在国内 有时候也能听到这么一句话 比如说家长 父一辈老一辈人 说你让孩子去 大城市吧 大城市开阔开阔视野 开阔开阔眼界 那怎么留学 你们都到农村里去了 我这辈子是没有听到过这句话 因为我从小生下来 我就是个北京人 我就在大城市里面 但是我听到身边的很多人 我也没地方去 说真的 不是经常开句话 开句玩笑说吗 北京的房价 都算再贵 涨到天上去 我们是北京人 我们咬着牙 我们也自己买 我们能去哪买呀 那是我们的家呀 对吧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经常老听着身边 有些人说 我来北京了 我说你父母带你来的 父母不是北京人 来北京了 说开过开过视野 大城市你是开过视野的 商馆那院校的留学生 是同样道理 所以地理位置 经历在选择院校里面 是非常重要一点 今年已经到五月份了 对吧 五月份了 已经基本上大学 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几家欢喜 几家愁啊 说真的 几家欢喜 几家愁 那很多前几个月 很多学生在不断的 张老师 我应该选这个offer 选那个大学 选那个大学 选这个大学 其实我之前就录过一视频 跟大家说过 我说你当你在每年的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再次来选择大学项目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晚了 为什么晚了 就是你应该在你申请大学 选校单的那一刻 你就应该想好你要去哪些大学 而不是在选校单的那一刻 说不管你去了哪个中间 说老师 你能帮我推荐一些学校吗 我告诉你80%的这种情况 就这些 就这些孩子们 一万就是 老师 您这方面有经验 您看您推荐几所大学 我甚至我 每天有时候免费咨询的学生 进来都过来问我 说我推荐你 你能给我推荐哪些大学 跟我咨询过的孩子们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回答你们的 我说您爱 您爱谁谁 您爱去哪去哪 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 那美国美国 我怎么给你推荐 每次这种问题 一下子把我噎住了 我怎么给你推荐 我为什么没法推荐 因为我不像很多的 是吧 他们有些机构 他们希望你去一些特定的大学 你们懂的 我怎么我怎么推荐 美国商管内院校 468所ASSP的认证的商学 横跨美国50个大州 你想去 所以大家在选校单 今年已经开始准备明年的申请了 大家在选校单的时候 想清楚 我作为留学生 我到底要大城市还小城市 我再说一遍 我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是 我把大家默认为商管内院校的学生 不管你是本科商学院管理学 还是研究生 商学院管理学 或者经济学 同样道理 你要说数学 专业的 物理专业的 坏专业的 那我不了解 你爱去哪去哪 我不了解 跟我没关系 但对于商学院管理学院学生 你可以想清楚 我到底要体验大城市 小城市 东海岸 西海岸 我到底是在凯特ifornia 晒着阳光 我还是去巴斯等扫雪 我到底是在塞亚多天天下雨 我还是要在纽约天天几成天 我到底是在佛罗里达 天天跟鳄鱼座争斗 喝橙汁 还是我要去 Ido 种土豆 我到底是想在Arizona 每天夏天将近50度的高温里面 还是我要去Minnesota Minnesota那个地方 天天去体验上冰雪世界 这说的很现实 你要去哪 中国那么大 美国也那么大 50个州 你要去哪 东海岸 西海岸 中西部 南方 你要去哪 首先地理位置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要学什么专业 在你申请大学 尤其对研究生的学生 在你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清楚 我要申请哪些专业 我看有些学生申请就离谱 这同学生 这哥们 同时或者这姐们 同时申请了 市场学和金融学 在研究生 我当时就提问 我说你这这这俩都 完全都扒竿子不打 打不着的边的 打专业 一个市场学 一个金融学 您要去哪个 就是人 就是迷 就是我真的迷惑 有的时候看到学生申请的 我申请了 A大学的市场学 我申请了 B大学的金融学 你到底要去哪个 市场和金融 离得八竿子远了 然后一半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想去哪个 中介说 我申请市场学 可能好近一点 或者中介说 我申请非常科的专业 可能好近一点 那你的前途 你的前途 为什么要交给一个 月薪七八千人民币 一个月的老师手里 他告诉你要去哪个大学 你应该是哪个专业的 你为什么不能 自己想一想呢 你为什么不能 自己想一想呢 十几年前 在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我 我我我妈当时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妈当时敲我那个 敲我那个房间的门进来 然后我说 哎 你看我们这个 当时也是 我当年也是有中介的 我当年我问他 我说你看这个 留学老师给你推荐了 两个专业 你看你是想学国际商务 还是想学酒店管理 因为当那些年 十几年前 炒酒店管理炒的特别火 然后我说 我想了想 我自己想了想 到晚上做做研究 然后我就 选了国际商务 是我自己当年十几年前 用电脑做的研究 对是的 我八岁就有电脑了 我知道在那个年代 可能有人可以想象这一点 我自八岁的时候 就自己我就有电脑了 一直在网上 经常我当年玩游戏 我当年玩的最多的 就是现在可能还有呢 梦幻西游 穿越火线 穿越火线 我还当年玩的时候 还是 北网大区 好像叫什么 一战队的一队场 我也是个爱玩的孩子 没有哪个男孩不爱玩的 但是玩可以 你有一个电脑 你要自己去做一些研究 留学这事就是这样的 你想去哪个城市 哪个专业 说完城市 说完专业了 你想去什么样的大学 公立的 私立的 你想要去什么样的项目 是不是STM的专业的项目 是不是这个 所以大学的 不要在留学者的大学的时候 不要仅仅看综合排名 综合排名绝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但是也仅限于参考价值 为什么 因为一个大学的商学院要想强的话 他旁边的工程学院 他也应该也得差不多点事 因为商业的运转 科技改变生活 你看这句话说的多漂亮 科技改变生活 这里面一点商业的事情都没提 可是科技改变生活 科技改变生活 这六个字 哪个字离得开钱 你们现在每天的生活 做的电视机前的各位家的孩子们 你们哪天 哪一分哪一秒 你们能离开钱 你们现在手里 不管拿着iPad 还是看着电脑 还是看着电视 那是不是一个产品 那是生活吧 那也是科技品吧 看看美国的科技 几大巨头的市值 表面都不说钱 你科技改变生活 哪一项离得开商业 哪一项都离不开商业 科技改变生活 这个学校综合性的强大 工程学计算机科学计 是能看到 你到底很简单举个例子 亚里桑那州立大学 WB开始商选 前30的商选 你看到工程学也不差吧 你纽约大学 stir那么强 你看到工程学也不差吧 你到底很简单 就是大学的综合性 综合能力的排名 是能够很大程度 极大程度上 来体现这个大学的综合实力 和教学质量的 但是具体你进去以后 你的经理 你的留学 你上什么专业 你上什么课 你选什么教授 你的灵活性是非常高的 你可以四年的大学 坐在家里面 天天打游戏 天天天天 你可以天天坐在家里 打打英雄联盟 坐在那下落 在那骂说 也去挂条狗都比你强 我经常看见有看见 那个留学生住的 那个圈子里面 全都这种骂声 一片一片的 真实吗 你也可以四年 开着车横跨美国 看看世界 了解了解 看看纽约长什么样 看看菲利大夫长什么样 看看迈阿密长什么样 看看Chicago长什么样 看看San Francisco长什么样 看看那么多城市 一个人的开阔的视野价值观 留学留学 重点是在留着 至于综合排名 大学的排位 大学的教学能力 那些其实在留学里面 占了百分之三十 更多的终于 更多的精力 是关注在你的留学体验里面 所以在你今年的开始准备 明年留学的时候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it 仔细想一想 What kind of university you want 你想去哪 什么样的大学 Where would I go 你想去哪 就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你想去哪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想学什么专业 我想去哪 仔细的闭上眼睛听听自己内心里面的声音 而不是一张嘴说 老师你看我想去哪个大学比较好 因为往往这种现象最后的结果就是每年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陷入了无限的纠结 为什么学生会陷入无限纠结 有些人会说 你看他不是也有个offer吗 也有个录取 也能去留学就好了 为什么陷入无限纠结 就是这学生被一个他根本就不了解的大学 被一个根本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的 就这个学生被一个大学ABC大学录取了 录取的专业是市场学 这个学生连ABC大学在哪都不知道 连市场学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要去留学 然后要交学费一年七万美金学费的时候 家长和学生犹豫 为什么犹豫 不是大家为什么后来犹豫 而是这种商业原理叫做沉渐性成本 也就是说你去个电影院看电影 甭管那电影院有没有你喜欢看的电影 你走到电影院了 你都到电影院门口了 发现票没了 你海底会去看这个电影的 因为你不想再开车空使回家 可能这个现象在中国这种科技强国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都会提前买票 那在美国这种农村里面我们还是窗口买票 所以说 所以能理解我这个 这叫沉渐性成本 或者好像中文叫沉默成本 还叫什么 所以当他有沉默成本进行计算的时候 就选择大学陷入犹豫了 所以商学院商人 商学院管理学院的人 我们谈钱了吗 没有 科技改变生活 点点滴滴 无时无刻 哪都是钱 当你做出每次选择的时候 都是一些金钱和时间成本的付出 时间有时也成本的 因为在商议里面 我们管时间成本 叫什么 叫做机会成本 从一定角度扰到一起 对吧 我每周五会让人免费资金时间 我first-time-last-mehannessy.com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内信到PCMCHLS 以上的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